接下來,後會播映新聞報導 香港機場恢復正常運作 外長方惠蘭再次提醒國民 在香港的時候要隔外小心 加拿大情報局長直指中國是本國的最主要威脅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8月14日的新聞報導 聯邦措手專員公布 對SNC Levenon事件的調查報告 裁定總理杜魯多觸犯了利益衝突的法規 報告中指出他通過直接或間接的途徑 向前司法部長黃周迪施壓 試圖為SNC Levenon爭取利益 蘇漢文報導 操守專員作出這項裁決之後 反對黨評擊杜魯多為了自己和自由黨的利益 不惜觸犯法規 蘇漢文的報導 先有四一陣 稍後回來回報道 多倫多警察總長桑德斯宣布 運用新的撥款 展開11個星期 打擊槍械幫派暴力活動 警方發表圖片 警方將在下星期開始全力展開打擊黑幫 和加強社區安全的行動 劉少倫的報導 香港機場管理局取得臨時禁制令 禁止任何人在機場阻礙或干擾機場的正常使用 並且實施進出管制安排 機管局表示 今天航班升降已經回復正常 並且會按情況調整進出管制安排 說到捷克布拉格 很多人都不會忘記美麗的查理斯橋 昨天在查理斯橋附近的教堂 一個充滿著適日情懷的音樂節奏舉行了 而主角就形似大玩具的手搖風琴 陳詠說 MLB積棒大聯盟 越戰越勇的多倫多藍鳥 以3比0再勝德州游騎兵 五藍鳥對上的10場賽事 取得6勝4負 並且兩次零封對手 梁堅恆的報導 中國、德國、英國和美國先後公佈經濟數據 但數字就強差人意 英美兩國債息更出現 外界擔心到全球經濟 將會步入嚴重衰退的警號 家媚故事急錯 社群新報 最後是8月14日的金融行程 多倫多綜合指數報 16,045點跌304點 創業指數報577點跌9點 美國道瓊斯指數報25,479點跌800點 納斯達克指數報7,773點跌242點 商品期貨方面 現金價每安市報1527美元 油價每通報54美元 國會牌價一家園兌0.7508美元 5.8907港元 5.2756人民幣 23.604新台幣 以及0.6744歐元 本國東部可以打高爾夫球的時間不算長 要把握天氣溫暖又沒有雪的日子 而打高爾夫也可以和大自然相處的好機會 看看觀眾送來的作品就明白了 觀眾Stanley昨天清晨在安省賓頓市 Linehead高爾夫球場 趁Tea Time之前 觀眾要送上來或想看更多的相片 就可以去到我們的網站 www.fairchildtv.com 點擊Photo Tips就可以了 接下來我們看看世界各大城市 以及本國主要城市的天氣消息 本地河今晚大致多雲最低13度 明天有陽光 最高24度 最低16度 吹北風 風速15公里 多倫多今晚大致多雲 最低17度 未來兩日間中有雲 明天最高24度 最低16度 吹東南風 風速19公里 帕格尼今晚天清 最低10度 明天有陽光 明天最高23度 最低12度 吹北風 風速17公里 溫哥華今晚天清 最低20度 未來兩日間中有雲 明天最高23度 明天最高23度 最低16度 吹西風 風速11公里 接著看看本國 和世界各大城市 明天的天氣情況 先看東環地區 聖約翰最高23度 邱樂城最高23度 哈利法斯最高23度 聖約翰斯最高18度 中部城市 京士頓最高24度 亞太華最高25度 亞太華最高25度 灰北克市最高23度 草原省份 愛媛頓最高22度 沙斯加通最高24度 利在那最高24度 溫尼泊最高25度 西部城市 維多利亞最高21度 白馬最高20度 黃都最高17度 美國城市 三藩市最高20度 洛杉磯最高29度 邁亞米最高33度 紐約最高26度 歐洲 倫敦最高25度 巴黎最高23度 羅馬最高33度 柏林最高23度 馬德里最高34度 最後亞太區 北京最高33度 上海最高32度 台北最高36度 香港最高30度 東京最高31度 好了今天的新聞報道完 再會 再會 中文字幕視頻